没有一个喜欢的 也没有一个擅长的 没有一个喜欢的 你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学习 你为什么要来十一班啊 哪怕是暴风 让它发泄都可以 杨阳来来来 别害怕 跟同学老师大声招呼才 来来来 别怕 来 杨阳来来来 站好站好 站好家里都排领好 都说好的是不是 怕啥子呀 同学不会笑你的 来来来 我去呗呗 开门 说 你怕荒荒草 飙药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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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你能来 雨洋同学 但是抱歉啊 你不符合我的招生标准 凭什么呀 行的 你说 雨洋为什么不符合你的招生标准 高二上了两年是吧 现在的成绩勉强能擦到二本线 笔记倒是做得挺花哨 但是仔细一看全都没过脑子 完全是表演性努力 学历史连基本的时间逻辑都捋不明白 辛亥革命招二抄都能抄成一九一二 说实话再读两年高二也没误 辛亥革命不是一九一二吗 一九一一我谢谢你桑老师 你真是硕士学历吗 写错一个字就要盼人死刑啊 那你能保证你的笔记本上 一个措辞都没有吗 我能啊 雨洋妈妈的话 我们刚刚都听到了 没有冒犯的意思啊 但说实话 这样的孩子我见得多了 动不动就是什么全村的希望 全家呢都希望你能考个名校 光宗耀祖 然后呢 目标给到老师 压力给到学生 可你做得到吗 既不聪明又没天赋 还口吃 还设恐 美其名曰是善良 其实就是无能 美其名曰是孝顺 其实就是妈宝 美其名曰 各科目成绩均衡 其实就是 没有一个喜欢的 也没有一个擅长的 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学习 雨洋 我问你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吗 我 我 你为什么要来十一班啊 我 我妈 你为什么要考一本呢 老 老师 老师说的 你妈说的 雨洋 从小到大 你有没有一次 是不顾别人的期待 是你自己想做 自己想学 哪怕是爆破 发泄都可以 雨洋先生 别听他的 按你这么说 我迟到早退矿科验学 不害龙海派利德呢 上次模拟考 我比他至少第一个 二百多分吧 按照你的标准 我也不符合我 退班呗 我还有三个处分呢 也不符合招生标准的 退班是吧 行了 你们都清楚自己 来十一班的原因 想要原路折返之前的生活 当然可以 没人拦着你 温老师 你们吵来吵去的 也没问过他的想法吗 问题是 他有自己的想法吗 我有 我有想 想做的事 我想参加十一班 我自己想的 不是我妈想的 也不是老实说的 我 我 不是一定要 考 考一本 我 我就是 不想在 原来的 班 班上呆了 不 不想再被 他们笑 我想参加十一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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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